今天是2024年11月11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1時32分 我們現在在屯門的鄉事會路走走 我們的位置在哪裏呢 這個鄉事會路下來了 就是青山公路新墟段 右邊是三勝墟 左邊是斧地的方向 看到路牌是屯門北區 右邊是荃灣的位置 下來了這一邊就是井財街的位置 看到了 這邊進去就是洪橋那邊的方向 屯門 我們沿著這個屯門鄉事會路 走過去屯門市中心的方向 看看情況是怎樣 因為都很少拍攝這些 沒有什麼建築物的建築 多數都是 這裡了 這位置更加拍攝了一條井財街的面貌 中橋的位置 這位置是延長的地址 這位置是延長的位置 是延長的。延長的位置 隔著這個地址 此為岸邊的位置 當地址 這位置是延長的位置 我們在延長的地方 不會啦 是延長的路牌 根本就是延長的路牌 現在我們是延長的路牌 住那邊的路牌 人叫延長 每次我都會走這裏 不過我們沒有拍攝過電影 因為這裏沒有太多商店 所以我很少拍攝 這次還不可能 所以我都喜歡拍攝 這邊往右邊 往右邊 和馬路呢 這個方向是斜路 不過下斜路就不太辛苦 其實附近就是 因為車路的環境多了 這個方向是斜路 這個商場都拍攝了 好像兩次都有已經 鄉市匯路旁邊 新虛街市附近 這裏很漂亮 要走回近接生 雅都那邊呢 又要多一點 這套裏 這個方向街 house 鋼路嗎 走這些地方就可以走快點了 大家開始看到了,更多人的地方 現在雅刀商場那裏都遮盡竹爬,可能大維修 不要緊,我們進去看看吧 人們有時候不看路就這樣拿著手機玩 青蓮街了,這裏 來到 這裏都有很多 巴黎倫敦紐約戲院,還有一間東心 三大城市 刀商場現在裝銀修 有很多舊樓的地方 拍過這邊,輕鐵站那邊 不是啊,這邊是直走去地鐵站那邊 搭到那個舊樓,這樣就好像令人流熱少一點 我們先走到這裏 我們先走到這裏 大家先走到這裏 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 拜拜